大家好 我是小安 人老了越发需要安全感 虽然生老病死是常态 但难免要怕这怕那的 特别是病痛来临的时候 生命与屡富保 我们从中年开始 就预备了很多的养老金的条件 金钱 房子似乎是标配 有的地方遮风挡雨 而且会把房子卖掉 其实作为养老的资本 房子是必要的 有存款和有退休金的 能够保证我们衣食无忧 不至于为生活所发困 当我们到了70岁80岁的时候 对于依靠两个字 有了别的新看法 步入了老年的生活 往往会陷入一种害怕失去心理的承担作用 这是由于人们对未来 不确定的担忧所引发 有的时候 会过分地关注物质 财富 社会的地位 进而忽略了真正的幸福感 可能来自于内心的安宁 良好的心态 衰老带来的各种挑战 从心里到心里的健康 都会影响我们的生活质量 所以需要找到特别好的关键因素 从而抵御了这些难得的困难 真正能够倚张的老人 我们常说 财富和名利并不是唯一的保障 生活幸福的重要元素 无论是富裕与否 我们需要有一个健康的体魄 才能够完成所有的人物 包括我们的睡觉 包括吃饭 包括锻炼身体 日常的生活事物 我们要保持良好的心情 至关比较重要 那么除了缓解心理的压力 而且可以减少患病的可能性 除了要保持良好的心情 至关重要 那么需要缓解心理的压力 而且可以减少患病的可能性 研究显示 积极的心态能够有助于 降低患心脑血管疾病的几率 比方说 高血压 心脏病 所以我们在 应该学会调解自己的情绪 避免过度的忧虑 或者紧张的焦虑 一个健全的家庭体系 同样是比较重要的 而不仅是物质的基础 拥有和谐的关系 可以使你得到儿女的知识和关爱 那么对于 康复情绪 有很大的帮助 身体的健康 有人曾这样说 人最痛苦的事情 并不是死亡 而是看着自己的生命 一天天的消逝 没有办法做任何的事情 或许 人只有到老了 病了 躺在病床的时候 才会深刻体会到 健康的重要性 才会清楚地意识到 健康是我们人生中 特别重要的财富 健康也是一切幸福的前提 所以 平时的时候 我们一定好好地 注重我们的身体健康 不要到老了之后 没有任何的财富 连健康都没有的 所以 我们积极地去面对我们的生活 要好好地养护我们自己的身体健康 健康是一切幸福的前提 没有健康 生活中 一切将失去了任何的意义 所以 我们要想做的事情 抓紧时间去做 人在年轻 年轻人生的时候 往往意识不到健康的重要性 总是觉得自己的心力 体魄 不足 为了追求物质财富 为了追求精神享受 不惜透视自己的健康 给自己身体带来很多的伤害 特别是老年 身体各种疾病不断 每天往返于家中 医院之间 和病床之间 以药物为使 在本该享受美好的生活时候 继续了保病的折磨 过着毫无尊严的日子 真的是苦不堪言 人到晚年 唯有健康的身体 才能够让自己免受疾病的健康 人到了晚年 拥有健康的身体 才能够让自己免受疾病的折磨 才能让自己过上幸福安逸的生活 能够让自己的伴侣儿女不受拖劣 否则活着每一天 将是痛苦的煎熬 而且会连累到伴侣儿女 甚至有可能遭受伴侣和儿女的抛弃 友情也是比较重要的 人生路上最宝贵的财富 友情是我们人生路上比较宝贵的财富 朋友是我们生命中的一道光 他们用温暖的手 搀扶着我们走过人生的坎坷 我们在人生不同的阶段 遇到不同的人 有的人可能成为我们的知己 有的人可能只是过客 但是无论如何 朋友总是陪伴在我们身边 用他们的支持和理解 为我们的人生添了无数的色彩 无论在职场 学校 生活中 我们都需要与他人建立比较好的关系 而整个过程中 友情是我们生活宝贵的财富 当我们老去 回忆起曾经的朋友经历 会感到无比的欣慰和满足的 当我们老了才会明白的道理 人生中靠得住的 并不是金钱房子 而是亲情友谊 这两座坚固的老山 有了两座的靠山 我们的人生才会更加的充满美好 所以 身边身边的亲戚朋友 让我们一起协助 过好每一天 在这个世界上 没有比 友情 爱情 亲情 更为重要的 我们总顾追逐着 一些金钱物质 忽略了身边宝贵的东西 在这方面 我们要珍惜与家人的共同美好时光 关心他们的健康生活 我们要学会倾听家人的心声 了解他们的需求的 当感受到我们的关爱和尊重 当我们在外面闯荡 家人永远是我们坚持的后盾 在友情方面 我们要珍惜身边的每一个朋友 与他们建立起真诚的友谊 我们要学会倾听朋友们的烦恼心声 给予他们支持和鼓励 在人生道路上 朋友是我们保固的财富 精神的支柱 精神含河的范围比较广 有很多广 心态是众志之中的精神分支 才不会行尸走肉 倘若没有向往 再多的钱也没有用的 而且有散步的更多的地方 会感觉到空虚 物质生活富裕 也会反复出很多的空虚寂寞 我认为攒够钱就好了 但是呢 有房子住也比较好 其实 在生活中 不光是有钱有房子住 还有很多的时候 很多的事情要去做 就像是保持好良好的心态 心态是曾经人说过的一个比较重要的健康的因素 他所看到的世界是这样的 那么说法没有夸张 从心理学的角度上来看 人的思维决定了齐齐的危害 若要心情好 不会影响我们的身体健康 我们需要选择判断 则影响接下来的行动 层层相关的相连 源头是一个人的思想 只要心态好 处世界几率就比较好的 我们能够热爱生活 好好的活着 而有的人 心态比较差 容易生气 动怒 长期遗忘 不仅将自己的日子过得比较差 还会影响身体的健康 不仅如此 还会导致身边的亲近人 离自己比较远 一个人之所以讨人嫌 编纷没有原因 那些不懂得控制情绪的人 始终被情绪所困扰 只有心态好了 一切才会变得比较好 每个人情绪不同 只是我认为没有必要一定的消极的观念 去看待孩子这件事情 去畅所欲为 人老了 所有的孩子不一定是 人老了 我们养老不一定依靠子女 我们要有一个良好的身体 有一个足够的钱包 并且有一个足够大的房子 让晚年生活过得比较愉快的 我们去生活中 多了解很多人 让我们的生活过得比较愉快 心情比较广阔 好亲爱的朋友们 今天的小故事就分享到这里了 感谢您的支持 我是小安 我明天视频再见 谢谢大家 再见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